来 过来 我们就去医院 急诊室里头 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 准备领药回家休养 原来上午学生在喝了 营养午餐提供的鲜奶 陆续出现身体不适 被学校送到医院 说有一点不舒服 现在情况呢 看精神还不错 这起校园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发生在26号上午 学生喝了牛奶觉得有异味 通知老师 随后陆续有11位学生 出现了恶心想吐 肚子疼痛等症状 大概在8点多9点的时候 我们有接到班级老师反应 有几位孩子 因为我们今天是喝鲜奶的日子 那学生喝完鲜奶之后 有几位反应说不舒服 那我们就紧急处理 除了进行校安通报之外 处长也指示 我们一定要妥善警政来处理 那我们当下就把不舒服 身体有益的学生先饥饿起来 那全校的鲜奶 如果还没喝的 我们都请就暂时停止饮用 那这十位 我们目前是十一位孩子 有七位在 还有七位在场 跟有四位在 布立基隆医院 那目前呢 都是属于观察的阶段 目前孩子的身体状况都还好 那后续的一些视频 检验的部分 我们今天早上也立刻通知厂商 助校 那协助处理后续 金融市长谢国良 教育处长刘美兰在第一时间 从议会赶到医院 探视身体不是学生 在探视完学生之后 市长谢国良强调 市府会追查原因 依照卫生法规 一定会开发研办 有一些已经好很多 然后有一些 稍微反映一下 还有一些疼痛 我们会依法会调查清楚 那如果是他们的责任的话 那我们会按照卫生相关的法规 一定会开发 然后也会了解一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都是三年级的孩子 在早上吃到 喝到这些 有味道的牛奶之后 其实立刻跟学校端的 反应 那学校端也立刻去做一个 相关的调查之后 那把这些乳制品的部分 都已经有做了一些回收的处理 所以目前依照各个孩子的状况 那学校端有包括也派出社工 还有一些相关的主任们 来做一些协处 那务必让孩子的健康 得到第一时间的一个守护 那在那个乳品的部分 我们有除了刚刚处长讲的 留下来之外 我们也有送相关的病原菌的化验 然后病原菌化验的结果 我们会根据市民安全卫生法 如果有验出一些 会造成疾病的病原菌 会处以罚缓 那这个部分会根据 后续检验的结果做厘清 11名身体不适的学生 经过医师诊查 开立症状缓解治疗药物之后 身体上没有大碍 市长谢国梁提醒学生 要好好休养 并和同学相约 再到学校探视同学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